自從我到這個投標獎以後 這個問題一直在我的頭上 已經好幾年了 這個投標獎以後 我發覺男生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再有什麼更高的獎可以拿嗎 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發明的嗎 看來看去很少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 事業上是很難再突破 不過我回到家裡 我發覺問題就更大了 在家裡跟我太太 之前沒有一句話可以說的 好像關係很遠 最大的問題還是小孩們 小孩們都不認識我了 我也不認識他們 到底是誰呢 唉呀 這真是 人生是不是就是這樣子呢